暑假就快要到了 高雄有一間大型遊樂世界 開始徵選鬼王 結果呢 現在因為什麼都長的情況之下 就連徵選鬼王也省很大 包括這一名入選者 他蒐集舊衣服 用女朋友的化妝品化出傷口 就連白色隱形眼鏡也都省了 他自己翻白眼 全身上下 他只花了50塊錢買封袋 就完成了超逼真的鬼妝 如果他徵選成功的話 他就可以獲得10萬塊錢的獎金 吼得一聲這模樣也太嚇人 不斷流血的傷口 跟全白的眼睛 讓人不敢直視 這是高雄一間遊樂園 甄選的鬼王候選者 但以置信的是 他全身上下只花50塊錢裝扮 然後這個呢 繃帶只要50塊喔 只要50塊錢 然後這個我的疤啊 我的疤是用衛生紙 黏上去的 然後再畫一畫 就變疤的樣子了 打扮的材料很多 但是幾乎都不用錢 衣服是跟同學搜集的舊衣服 傷口是衛生紙跟女友的眼影畫出來的 白色隱形眼鏡也省了 自己翻白眼 只有這個繃帶是花50塊錢買的 就連扮鬼王也要抗掌 因為油店都漲得非常的多 所以呢我決定用50塊來駁10萬 只要用通通只要50塊而已喔 我就可以贏得10萬元的獎金 所以呢就是非常的便宜 然後希望可以挑戰成功 另外這個拌面骷髏 臉上的妝很精緻 但全身要價2000塊 高雄這些大型遊樂世界 每到暑假前都要征選鬼王 成功當上鬼王的話 就有月薪10萬塊 這個省錢鬼王要是挑戰成功 就是以50元博10萬塊獎金 讓人佩服 這期節目期間很高梦柔 高雄報道